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也很高 这种物价的压力真的是不小 蛮现实的 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关 我想很多的姐妹们 家庭主妇会特别的 或者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 很担心这个物价这么高 是会让我们感到忧虑 是 让我想到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教训 在提摩泰 六章六节 那边说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 吃早我很有体会 我们回到美国来 我们镇上有一家法式的面包店 每个礼拜四五六开门 星期四早上我就都会有冲动想说 好啊 今天去买一条好吃的法国面包来 可是看他从四块钱赚到六块钱一条 就觉得 我还是自己做做蛋饼吧 这样子就维持了几个月下来 大概我只去过两三次 好处是 我也顺便减重了 我的双下巴不见了 是是是 这个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某些小确幸的欲望 可以控制一下 其实多吃法国面包少吃一次 好像差别也不大 对嘛 我自己煎的蛋饼也不坏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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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这样日积月累 我们就可以节省 就可以安然地度过 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艰苦的时期 是是 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了 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操练 就是一个圣灵所结的果汁 其中是节制 用这个成为一个操练的媒介 也挺不错的哦 对我们生命的长进也有帮助 对啊 不然的话就会觉得 日子不好过 就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嘛 是是 所以我们还好 圣经有教导我们 这样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 是的 是的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愿主祝福 在星期六的晚上给我们心灵的更新 也预备好心 明天主日一起去敬拜主 是啊 实体或者网上 我们都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经历他所给予我们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怜悯 是啊 牧师为我们祷告 好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正预备新 明天是复活的主日 让我们心灵预备好 来到主的面前 生活有各种压力 我们完全能够体会 愿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种新的变动之中 经历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各种的滋味 各种的恩赐 其中帮助我们学习节制的功课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着能够节制 使得我们心存喜乐 我们恳求主引导 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这一个不容易过的情况之中 靠主安然度过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晚上有美好休息 晚安 晚安